這個服裝的設計本身 它的剪裁是 我們在做一些舞蹈動作的時候 它會看起來很像有一個寶寶在 就是沒有辦法避免 朋友雖然一直攻擊那空姐服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們大家女孩是很期待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穿過 就是主題球衣以外的衣服 所以我們大家其實內心是很開心的 我想問你空姐那個啦 來自我對 有引起一些討論這樣子 沒有可是其實 是因為那個服裝的設計本身 它的剪裁是 我們在做一些舞蹈動作的時候 它會看起來很像有一個 有一個寶寶在 對 所以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避免 對啊 就是因為我們 就是 就是在盡力完成我的工作 對 大概三不五時都會被網友出去 我好像又飄運 或會走到浪漫 對這些身材的典型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到 就是很常去關注這個 因為我覺得 呃 身為女生 大家應該非常的清楚說 就是 女生會有生理期嘛 會有一些 不同的狀況 然後大家體質不一樣 有時候 就會比較腫 那有時候又看起來很正常 但是就是 其實 我自己儘量 平常能夠節制我 就是會儘量節制 對 所以我自己會 好好的努力 謝謝大家的關心 他們曾經遇到就是看 就是他們幫你準備 這個我穿起來好像不太好看 會不會猶豫這一點 因為基本上我們表演 都是穿那個球衣比較多 球衣跟啦啦隊服 比較少遇到 可以穿 就是 其他服裝 說真的就是網友 雖然一直攻擊 那空姐服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們大家女還是很期待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穿過 就是主題球衣外的衣服 所以我們大家 其實內心是很開心的 只是沒想到出來的成果 是被網友這樣講 但是我們大家是覺得很酷 因為我們大家在選那個衣服的時候 還很害 我們大家還互相在那邊 喔這衣服怎麼樣什麼 然後 我們矮個還被笑 就是說 欸你們穿起來怎麼很長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大家是非常開心的 我們在選擇 哪個小的衣服 每個小的衣服 我們在選擇